俄羅斯今年夏天 因為選舉不公爭議 引爆的街頭示威 規模是一次比一次還要打 幕後發動示威的 除了反對黨陣營之外 還有草根性的公民團體 像是一個由年輕人所組成 取名為無限期的組織 這個團體 他主張和平抗議 善用通訊軟體組織動員 而他們的抗爭也凸顯了 年輕世代的政治決心 一群年輕人坐在廣場前吃東西 還有人開直播 他們是俄羅斯的承抗團體 叫做無限期 結束八月底週末的一場示威遊行 坐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廣場休息 沒想到警察發現他們 準備展開清場 話說完沒多久 警察就把團體成員 搶壓上車逮捕 這群人的今年夏天 就是這樣過的 反覆被羈押 釋放出來後 繼續討論下一波的示威活動 這名女孩才十七歲 是團體中的一名成員 她因為在七月底的抗議中 盤腿坐在鎮報警察前朗讀俄羅斯憲法 受到國際矚目 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報導中 形容她就像是天安門事件裡 靜坐抗議的學生 她在這一連串示威中 已經被警方逮捕過四次 俄羅斯莫斯科今年夏天 連續六週都有示威活動 而且規模一場比一場大 在其他城市也遍地開花 從七月十四號第一場 約一千人的集會 到八月十號的六萬人 規模超過二零一一年抗議選舉 舞弊示威 抗議的人從不滿選舉 不公的青年到一年金改革 而對政府失望的中老年 世代都有 發起示威的主要領導人 是反對派致命擬秀納瓦尼 他在選舉前提出操作棄保的 智慧投票策略 呼籲選民集中選票 投給具有勝算的候選人 讓執政黨在九月八號的地方選舉 遭受重挫 幕後發動示威的 除了反對黨陣營以外 也有草根性的公民團體 無限其咎是其中之一 成員還不到一百人 他們主張以和平方式抗議 用通訊軟體和彼此聯絡 掌握警察位置 避免和警察爆發衝突 一群人跑下樓梯 穿越地下通道到另一條街上 因為夥伴剛剛通知他們 警察的所在位置 他們用的是由一對俄羅斯兄弟研發 叫做Telegram的通訊軟體 優點是注重用戶隱私 所有訊息都會被加密 第三方無法破解 因此許多抗議團體 包括一些香港反送中民眾 都用這個軟體來傳訊息 而俄羅斯政府去年 第一次上Telegram 要求創辦人交出用戶 訊息加密金釀 創辦人堅持拒絕 最後照俄羅斯電信監管機關封鎖 Telegram也從此成為反政府的象徵 此外團體會定期舉辦訓練課程 模擬在示威中被警察逮捕的情境 他們甚至使用真的催淚瓦斯 討論該如何應對 六個星期的抗議活動期間 警方逮捕了超過兩千五百人 每次抗議都可以看到警察 強行抬走 毆打壓制在地的暴力行為 但持續的暴力鎮壓 反而加速了俄羅斯年輕世代的政治覺醒 記者王子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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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詞 忍 無詞 多ht � DV